大家好,又是我星星与大家,职人吹水 拿一条海心与大家吹一下 这条海心已经煮了几天,又用汤煮了两天 前期功夫最重要的 后期我们用一些简单的烹调 就可以做到一个想得大的荷莲菜式 先看看这些材料 一棵葱,一棵糖芹,几只冬菇 有些打起了有味粮鱼肉 有些搅碎的猪肉 很多时候出去饮宴都吃到一个叫做 煎酿海心 或者有些叫做百花酿海心 打虾胶有既定的难度 打猪肉饼也有既定的难度 今天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鲫鱼肉和猪肉 不难做的,也是很简单 这一哈 我佈看它的猪皮刮九天 这只蛎牙煮了它两天 煮了它的目的是 让它进入味和整个少量 方便做这个食材,先拿起它,把所有水都放在里面 让里面的鸡汤都放在里面,先放在里面 首先,先处理好配料,糖芹和葱 其实我们切糖芹花和葱花就可以了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搭一点腊肉和虾米 也是不错的,增加它的香味 有时过年做很多菜,发生了海芹在里面,相当之方便 煮一下汤,炒海芹片,相当之正好,还有食材价值 这些猪婆心,肥大肉口,相当之划算 那些疗心的就比较贵一些 那我们先放在里面,备用 这些干品冬菇,我们用生粉洗干净,浸水浸几个小时 这样切到一粒粒,不用太大粒的 那为什么这次用凉鱼肉和猪肉呢,这也是我们以前做海芹的 就是一些传统的方法去做的 那我们以前做的,很少做百花样海芹的,多数都是羊猪肉的 那讲究一点的,就会加少少凉鱼肉 那我们顺德菜当中,就很喜欢用凉鱼去入检的 那大家知不知道有什么考手东西呢,要用凉鱼骨去做的 那如果知道的话,就可以在底下留下盐 就是用味道的 那这些我们继续做的 那有点的冬菇就香很多 那我切完这几只,这样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先放在里面 那猪肉和鱼肉的比例是怎样比例呢 大家有没有外面吃过鱼肉燒麦呢? 其实鱼肉燒麦也有猪肉的 但是肥猪肉多 那我们这次当然,猪肉是主要的 那我们两份猪肉,就一份鱼肉 那就是多少 那这里,400克 那这里,200克 那这里呢,我们就不用处理了 因为它已经打起了有味 那现在我们就处理这些 搞好的猪肉 那我们用一个盆子 那我们倒进去 那这里呢,我放一个汤匙左右的 生抽 那尾的来源来自蚝油 我们用一个汤匙 那里的来源来自蚝油 我们用一个汤匙 然后放一点胡椒粉 然后放一点甜味 然后放一点甜味 我们用来放三分一茶匙的糖 然后转到生粉 生粉我们用一个汤匙 我们用来放一点生粉 然后拿一些冬菇水 冬菇水放四个汤匙 我们用来放一点 这个面团 可以放一点 因为我们有凉意肉 因为我们有凉意肉 现在呢 就慢慢把它拆均匀 让它吸收的水分 它会慢慢起胶 看不可以看到 等一下就吸收了 當然,如果在外面打得多的話,水會加上一碗粉水,會慢慢下 我們就順著一個方向攪拌 看到沒有嗎? 水份沒有了 幾下就起膠了 一次過做給大家看 接著打幾下就完成了 一剪就沒有剪接的 然後,我們隨即混合鯪膠 把它拌均勻,把兩者一起 拌至兩者混合一體為止 可以跟大家說,學會打這個豬肉就很有用的 有什麼用?很多東西用途都用得著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看 例如,釀苦瓜 這個相當的好吃 如果釀苦瓜的,不用加太多配料 加一點陳皮就已經可以了 最後,我們把麻油拿出來 約一湯匙多的麻油 增加香味和滑度 然後再繼續拌均勻 再拌均勻 這樣就可以了 很快就再拌均勻 看到嗎? 幾下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一起開城 把冬菇和蔥放進去 最理想的做法 就是把豬肉放在半小時 最理想的 但是現在這些天時 這麼冷 也是OK的 最主要是要打得起 拌均勻 然後再拌均勻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我們拿出海參 然後就反轉 要釀的,我們也要加一點東西 加些什麼呢? 生粉 我們撲一點生粉 增加它和豬肉的黏度 待會它釀進去 就更加得心應手 塗一點就已經可以了 那怎樣釀呢? 用一手拿進去 就慢慢把它塞進去 就慢慢把它塞進去 這裡會塞一點 這裡會塞一點 這裡會塞一點下去 不要心急 然後釀進去 然後釀進去 釀進去就備用了 那這些有什麼用呢? 我待會煎東西的時候 就煎進去吃 就相當之好吃 海參釀進去 海參釀好之後 我就隨即開火 鑊熱了之後 我們放適量的油 然後我們隨即 就放一條海參 放進去 煎它 收回小火 放進去 頭一分鐘 不要動 目的呢 都是煎封了 豬肉的表面 頭頭尾尾尾 我們要煎一下 一分鐘就差不多 看它動得好 看它動得好 接著我們放回大火 我們拿酒出來 在鑊邊炸著酒 這樣隨即 我們加回雞湯 這樣加多少呢 要一碗左右 一半釀浸了海參 我們不要加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還要燜它 我們加回同等的水分 我們要燜它 它會收了少許水 然後這段時間 我們加回一道湯匙蠔油 讓湯匙更加野味 然後我們攪勻它 現在就等它滾 燜了 燜了之後 我們收慢火 我們燜它10分鐘 然後再反轉 再燜它10分鐘 時間的燜了10分鐘 我們看看什麼模樣 這段時間 我們就要 反了它 讓海參裡面 也會有少許的味道 讓它滾進去 剛才那裡 中間那裡煎得不錯 這裡的顏色差一點 不過不要緊 因為等一下 都是海參的表面 看到人的 現在 我們進一步 將海參的表面 滾到入味 都是10分鐘 在炆燜之際 再和大家再說幾句 我們剛才餵海參 那麽多雞湯 我們煮不完 有什麼用 不要倒進去 有很多用途 留回來煮早餐 煮米粉 都是相當不錯的 而且好吃的 剛才那些豬肉 大家不煎的 也可以蒸來吃都可以 吃火鍋也可以 吃早餐也可以 沙拉間 另外這邊 也是炆了10分鐘 基本上 這條海參 炆了20分鐘 裡面的餡料 應該就熟了 我們不用猜 拿筷子出來 剁一剁 OK了 熟了 海參拿起後 我們把部份湯倒起少少少 現在我們調些生粉水 還有試一試味 這裏可以再加多一個湯匙蠔油 因為這個芡要濃味才好吃 加了蠔油之後 然後我們把它推均勻 調些少少生粉水 加生粉水 也是底下化的 加粉水 我們要慢慢 我們要把水推到 成為一個流利糞 現在稀了少少 可以多加少少 好 差不多 讓它滾起來 滾了之後 我們再加少少色 這裏有半個柴 除了老臭 讓蠔油蜆更加好看 可以關火 再滾它 所以它變老了 就不漂亮了 說明賀蓮菜 當然要放幾條菜去半邊 現在就 淋上蠔油汁上面 是不是很漂亮 這道菜 上桌的時候 先切它 叫做糖切 糖剪海參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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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看到 有些菜 人多吃 是要豬婆心才能做到 一些 富麗糖黃的效果 怎麼這樣說呢 因為有差不多的見面 當現在每個人吃貴價的刺心的時候 其實豬婆心也是相當不錯的選擇 主要是浸泡過程 浸得好些 其實烹調的種類相當多 例如今次 大家如果不用菜心的話 就用生菜去半邊 再做幾隻冬菇 也可以 相當不錯 那麽大條豬婆心 都是要在家製作的 這樣自己做 你做了這個豬婆心出來 當晚你也是主角 你記得要拿一把剪刀剪了 喜歡吃海參的網友 就給我一個讚 星星 喜歡吃生菜的網友 訂閱職人吹吹的頻道 幫我分享一下這個 煎釀豬婆海參 這個豬婆心的浸法 大家可以細心點 看我之前的海參浸法 希望大家都把握到當中的要點 把握到的就可以做到一個 富麗糖黃的菜式 那我就先吃飯了 多謝收看 下條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下條影片再 Hadi 那為了 我們下條影片 請我們下條影片 喜歡收視的 以上 請問 集合 更多 我們下條影片 請問 我們下條影片 等於 你